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但总算越冷越开花的梅花终于盛开了 台东县种植梅花面积 最大的盐瓶箱暖山山区 海拔500公尺左右的梅树林 都开满了雪白的梅花 在阳光的照射下 一朵朵的梅花显得非常美丽 而种梅子的农民也趁着好天气 梳理梅树的树枝 让将来的梅子长得好一点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 早在一个月前就要做了 因为这一期梅花受到农历节气延后的影响 晚了一个月左右盛开 所有果园的工作也都跟着往后延 农民说果树的生理期 跟着农历节气来调节开花和结果期 但是现在气候变化越来越大 如果梅子在结果的时候遇到快天气 农民就要担心梅子的收成 它开花很漂亮 但是万一如果春天的时候 台东有一个焚风 那焚风一吹 它也会掉落得非常严重 现在暖山山区盛开的梅花 把山区点缀得非常漂亮 梅树下掉落的花瓣 也像下雪一样 不过农民希望 今年梅子的收成 也能交出漂亮的成绩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